一人男性黑人陈建州 现在要联合她的老婆范范 一起来提告大牙了 主要是因为陈建州呢 就被大牙指控性骚扰 那同样呢 跟大牙曾经在节目 我爱黑社会当班底的这些艺人 包括了丫头詹子晴 她就接受平面媒体访问 她说她透露非常的心疼大牙 另外艺人贝彤彤还有Apple 也表示其实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只是不是当事人 所以不便多说 那网友呢 现在更翻出了过往艺人 Selena刚出道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就参加了黑人这个节目 结果还被黑人给亲吻 让她当场吓到尖叫 那现在刚也说到 大牙的爆料 黑人在今天就透过了社群 又发了律师的声明 提到向了台北地方法院 提起了民事诉讼 同时要求大牙赔偿1000万 以及要在脸书发文道歉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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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这是几号啊 蒙成眼睛抽号码 歌手Selena刚出道参加节目 被亲到不断尖叫 不过是同一团的好姐妹Ella 但下一个人换成她 三点一下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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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一吻拿下眼罩 发现是主持人黑人陈建舟 Selena傻眼 用双手遮住脸不断哭喊 黑人则是笑得很开心 超过尺度也不止一次 桑姐 然后轻松一下 然后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进入状况 突然间我电视在这边 譬如说电视看这边 然后旁边是一个就是像化妆台 有镜子 有镜子的时候我就看一看 然后看那镜子 怎么有一个人眼 就说我奶奶站在那里 想要松一下被奶奶看见 如今这词也被网友发现 跟艺人大雅指控性骚的说法 不谋而合 曾经同时一起录制节目 我爱黑社会的班底也发生 小蛮在脸书发现洞表示 不是当事人不多做回应 不过希望所有的生命都能够被善待 心简单 世界就简单 而丫头詹子晴 接受平面媒体访问时也坦言 很心疼大雅要面对这样的事 她一直是团体里最坚强 最勇敢的那一个 艺人贝彤彤也说 多年前就知道 身为大雅好姐妹 非常心疼 她要背负伤痛十几年 希望多年后 当事人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 从错误中反省 我们这一集就这样专访 怎么那么久吃肉铃啊 而艺人Apple透过经纪人表示 心疼大雅 很久以前听她提过这件事 细节也是才刚知道 也曾经跟黑人没有不正当关系 对此黑人跟范范下午再度 透过律师发声明 已经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也要求大雅赔偿一千万元 更要在脸书发文道歉 恢复名誉 而大雅则尚未作出回应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谈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